那這裡面的人會比這第二類的接種 對象的人來得多 因為這邊的造冊的人並不全 就地方政府在報這造冊來說 並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報完全牢 會讓指揮官陳時中 匕首畫腳急忙解釋 打掉的疫苗去哪了 就是因為明明第二類對象 8月底公開造冊的名單 只有21.6萬人 結果實際上卻有28萬多人 統統打了疫苗 這多出來的6.4萬人 到底是從哪裡蹦出來的 讓到現在都還沒疫苗可打的 一票民眾 忍不住懷疑 疫苗根本是被高官們偷偷打走了 要求疫情指揮中心 公開第二類對象名單 逼得陳時中不得不說清楚 講明白 地方政府的重要官員 其實打得不多 那防疫人員當然是會去打 在未來會把這個註冊平台裡面 叫地方政府把造冊的人員 再趕快把它補全來 那這樣一個全貌會比較清楚 根據統計 目前中央重要官員 共造冊1710人 沒想到地方重要官員 竟然造冊了28794人 人數是中央的16.8倍 所以這些地方重要官員 究竟是何方神聖 為什麼人數會這麼多呢 疫情指揮中心發言人裝人想解釋 第二類對象包含很多種人員 像是第一線警銷海巡人員 中央衛生單位第一線防疫人員 地方第一線防疫人員 還有最具爭議的 維持防疫體系運作的 中央地方政府重要官員 這些都是屬於第二類對象 但因為有不少地方政府 把幫忙服務居家檢疫 居家隔離的村里長或李幹事 還有衛生單位第一線防疫人員 歸類到地方政府重要官員 所以才會讓重要官員人數暴增不少 目前已經請地方政府補傳 以接種疫苗但還未造冊的名單 給疫情指揮中心 不過說到底所謂的第二類對象 不只民眾有意見 連專家也有話要說 每次經濟疫苗來就疫苗 你每次來為什麼都有第二類 這個分法一定有爭議 每一個人都覺得它有風險 所以開機車的、開公車的、開我車的、車長 每一個人都有理由啊 你剩這麼多 那簡單講就是你疫苗不夠 所以中央跟地方投來投去買 所以你應該簡單化 就單純化就好 這個樣子 就把它傾別 就真早起